我们呢,刚刚说的是关于这个marking的什么呢,垂直marking的合并啊,大家记得是垂直边局的合并啊,垂直外边局的合并,左右的是不会合并的啊,大家记得啊,只是垂直方向的会合并啊,好,那么的话,这个是W3C,他说他故意这么设置的啊,故意这么设计的,那么接着的话,我们再看一个这个marking top的这个什么,塌陷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的话就是W3C肯定说不过去了,这是一个bug啊,这是一个bug啊, 这个bug的话怎么样呢,我们需要什么,解决它啊,那么什么是marking top的塌陷的这个bug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marking,啊,marking这个top 这个是塌陷啊,塌陷 好,保存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好,那么的话,marking top的塌陷的话,它一般是涉及到什么呢,最少是两个盒子啊,两个盒子之间啊,两个盒子之间啊,是什么两个盒子呢? 一个盒子里面套一个盒子啊,这种关系啊,比如说外面一个盒子是CON啊,这样一个盒子啊,比如说点CON,这是外面的盒子啊,外面的盒子里面再套一个盒子,比如说这里面是这个box,是吧,里面再有一个盒子,是吧,是两个盒子啊,那么他们是嵌套关系啊,这嵌的关系是经常做的啊,我们可以嵌套很多层啊,盒子里面套盒子,盒子里面套盒子,都可以的,是吧? 我们前面不是学的什么,表格里面签套表格嘛,是吧?那么这个盒子也可以套盒子,都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啊,那么这个盒子里面套一个盒子,我们来写一下它的样式,是吧? 好,STYL1,然后是这个,先是这个外面这个盒子,是吧?外面这个盒子的话,那么它的给它一个,假如说是宽,假如说是这个宽,宽式假如说是这个300,300px啊,好,高度也是300, 300,300px,然后的话,它的背景设置给它拿一个这个什么呢?拿一个这个购的,是吧?购的,好,这是外面这个盒子吧?好,再来里面这个盒子啊,来BOBS,里面这个盒子的话,那么它的宽是,呃,宽是200吧?200px啊,好,怎么老是写成Windows啊? Windows啊,好,那么高度给它一个100,是吧?100px,好,它的背景设置是什么呢? 来一个green,是吧?green,好,那么这么两个盒子,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大概是这样子了,是吧? 这样子两个盒子吧,没问题,是吧?盒子里面套一个小盒子啊,好,没问题啊,好,接着的话,我想让里面这个绿色的盒子呢,就是说,让它什么呢? 我想让它什么?垂直聚中一下,是吧?让它垂直聚中一下啊,垂直聚中一下啊,那么有人说,这个可谓用航高啊,这个用不了航高啊,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想给它垂直聚中,我把它line height给它来一个300,可不可以啊? 这个不行啊,这个做不到的,它这个只针对文字啊,比如说文字的话可以啊,这个的话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没效果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想让这个,里面这个盒子垂直聚中的话,怎么样? 我可以什么?在这个盒子里面写padding,是不是可以啊?好,比如说我写padding top,是不是可以啊? padding top,假如说,给个100px把它称下来,是吧?应该是多少啊?应该是,这个是100,300,是吧? 那么就是100,200吧?200应该是100,是不是这样子啊?100px,是吧?好,100px之后啊,那么它可以下来,是吧? 它下来之后怎么样?外面这个盒子也变大了吧,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你给了padding吧,是吧?我来刷新一下 下面这个盒子是不是也变大了?里面这个,这个外面这个什么?这个容器这个盒子也变大了,是吧? 那么为了达到效果,我还得怎么样?把高度怎么样?把它剪一下吧?高度剪个100,是不是可以啊? 剪个100周,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达到这种效果了?好,这个的话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比较麻烦,是吧?我们要算吧?要算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不算呢?不算的话,那么我这外面这个盒子,我就不给padding,是吧?我可以给什么? 里面这个盒子,我给margin,是不是可以啊?不可以啊?好,里面这个盒子给margin,啊?好,里面这个盒子给margin,啊?好,里面这个盒子给margin,的话 是吧?好,那么里面这个盒子,假如我给它一个margin top是100,是不是可以啊?是不是可以把它撑下来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恢复原样啊,刷新一下,还是这样子,是吧? 恢复原样之后,我们接下来给里面这个盒子给它一个margin top,是吧?给它一个100px,是不是可以啊?好,它是会可以撑下来啊?好,撑下来啊?好,这个是愿望是好的,但是现实很残酷啊?来看一下啊?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啊? 刷新啊?还没有,是吧?这就是margin top的合并啊?它这个里面这个盒子margin top传到什么?腹脊上面去了,是吧?把外面这个盒子怎么样?把它给撑下来了啊?这就是margin top的合并啊?这个绝对是说不过去的啊?这就是一个bug啊?这W3C制定的一个bug啊?好,那么这个bug的话,到现在还没修复啊?还没修复,只有靠我们自己修复了啊?好,那么怎么修复这个bug呢? 是吧?怎么修复这个bug,那么就看一下啊?那么有三种方法啊?三种方法,哪三种方法呢?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外部的盒子设置一个边框,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盒子外面有个边框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什么意思呢? 假设说我这个外面这个盒子,它本身有一个边框,大家看一下啊?那我给它一个边框吧。好,border,是吧?然后是一像素实现,给它拿一个黑色的边框,是不是可以啊?好,给它加一个边框之后,那么这个就恢复正常了啊?好,刷新一下。是不是变正常了?是吧?这个是100吧?这个是100啊?这个就正常了啊? 这是太奇怪了,是吧?加个边框就正常了,是吧?好,那么这是第一种方法啊?第一种方法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解决这个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外部盒子设置一个边框啊?好,那么如果说你不设置边框怎么办呢?那么还有第二种方法啊?这个是属于什么CSS里面的什么呢?黑魔法啊?什么黑魔法呢?设置另外一些属性,设置另外一些属性的话,就让它什么呢?绕过这个bug啊?这是什么呢?设置什么呢?设置另外一些属性的话,就让它什么呢?绕过这个bug啊?这是什么呢?设置什么呢? 这是overflow hidden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属性是设置什么呢?是设置什么呢?这个元素溢出的啊?设置元素溢出的啊?我们一会讲一下元素溢出啊?那么设置元素溢出的这个属性可以用到这里来解决这个什么呢?这个bug的问题啊?好,那么这是第一种方法是吧?第一种方法啊?那么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解决什么呢?第一种解决什么呢?解决解决塌陷的方法啊?好,加边框是吧?是第一种方法啊?第二种方法的话,看一下啊?这个外面这个盒子设置一个overflow啊?overflow是什么?溢出啊?溢出什么样呢?那一个hidden什么意思?就是我把溢出的元素怎么样把它隐藏起来啊?那么我们这个盒子 我们这个盒子本身是没有什么东西溢出的吧?啊?没有什么东西是像是一个废话但是的话,它可以解决什么?这个bug的问题是吧?好,假设我把它住掉啊?把它住掉之后那么仍然是什么?这个bug吧?是吧?bug啊?好,那么我把这一句加上是吧?把这一句加上之后怎么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啊?解决这个问题啊?刷新一下是不是可以了?没问题了啊?好,那么你说 这个上下的有这个左右有没有啊?假设我想让它水平也居中是不是这样呢?水平居中啊?我给它一个marking leftmarking left是不是可以啊?marking left啊?给它一个marking left是50吧?marking left啊?好,给它一个50px啊?好,这个有没有插线呢?好,来看一下啊好,来刷新一下啊好,这个是没有插线的啊?记得啊,没有插线的啊好,这个有没有插线呢?好,这个有没有插线呢?好,来看一下啊好,来刷新一下啊好,这个是没有插线的啊记得啊,没有插线的啊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之后把这个注掉也没有 这个注掉之后看一下 这个是margin top是塌陷的 margin left是不会塌陷的 大家记得 这个margin的话 这个塌陷只针对于margin top 所以说这个bug叫什么 margin top塌陷了 明白没有 其他方向没有塌陷 就这个margin top出问题 好 把这个方向上 好 这个是第二种方法 是吧 第二种方法 好 这是第二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二种解决塌陷 塌陷的方法 第二种解决塌陷的方法 好 那么这个再来看一下 还是这种效果 是吧 这个也是效果 这还是塌陷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是国际通用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比较高大上的方法 那是比较高大上 那么这个高大上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使用什么 尾元素吧 尾元素这个选程性 我们前面讲过吧 知道 我们 昨天讲过是吧 就是在 在一个元素的前面加一个点 是吧 加个文字 是不是可以啊 用样式加进去是吧 那么的话 这个是使用尾元素类 尾元素类 什么意思呢 那么它就类似于什么呢 我们就用这个before 设置一个什么呢 空字符章 然后的话 把它的display设置为table 好 这个display这个属性 我们后面再讲到 大家先这么看吧 好 那么这个写这个东西 就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加边框 类似于再加边框 实际上没加边框 类似于加边框 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怎么用呢 我来看一下啊 那么一般是什么 我们先写一个这个类出来 是吧 写这个类出来啊 好 这个类的话 那么约定俗成 也叫做什么呢 也叫做什么呢 clear fix啊 这是约定俗成的一个类啊 那么都叫clear fix clear fix 然后什么呢 这个委员数是吧 before是吧 before啊 before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给它一个content啊 content content 那么你不能平常无故的 在我这里面塞东西是不好啊 是吧 你塞东西进去 是不是有多余的东西啊 是吧 那么塞什么东西呢 塞一个空的字符串进去啊 那么相当于是没塞东西吧 塞个空的字符串进去 然后让这个字符串 它的display呢 给它一个table啊 给它一个table啊 这个display我们会讲到啊 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两个设置之后 就类似于就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第一种方法啊 相当于是第一种方法 相当于是什么呢 给元素加了边框啊 实际上是没加边框啊 好 那么你写了这个类之后怎么用呢 是吧 怎么用啊 好 怎么用呢 那么目前还是这样子的 是吧 目前还是这样子 还是这个塌陷的问题 是吧 怎么用呢 我们这么用 就是把这个类啊 这是一个类吧 我们加到这个盒子上面来就行了啊 怎么加呢 这个地方加个空格是吧 拿一个clear fix 是不是可以啊 拿个clear fix啊 拿个clear fix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啊 这个是不是就正常了 是吧 就没问题了吧 好 那么的话 那这就是第三种方法啊 也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啊 那么有人说 你这个第二种方法不就行呢 干嘛要第二种方法三种方法 是吧 第二种方法有一点点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呢 当我们元素要溢出的时候啊 有时候我们就要做溢出的效果 是吧 艺术效果之后 你用第二种方法怎么样 会把溢出的东西给裁卸掉 明白没有 会把它裁卸掉啊 这就是关于这个溢出啊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 marking top塌陷的啊 关于这个溢出 我们以后会讲到的啊 还会讲到啊 好 这是关于marking top塌陷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 它的这个解决方法啊 三种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有关于这个 marking top塌陷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 两个例子啊 两个例子 大家做一下 好吧 这两个例子啊